完璋國修新年級的靠本庫典是新農教育 在香港有一個層口秀朋友來進土豆 訂訂在地農作物 為了國家先見到了解完璋的電信農產 黑金公土豆沒有一樣的變化 台北來到完璋共農會進行新農教育 來做這個黑金公土豆醬 還有新董事頭一次體驗非常期待 完璋國修的今天在老師的基督之下 準備好腳的土豆放在北京去打火嘴 年後再加了其他食材 不用多久香香香的黑金公土豆醬就完成了 因為今天都是第一次製造 他們家都覺得特別新鮮 就是在挑花生的時候 搓一搓把皮 把黑色的皮脫掉感覺很好 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也很好玩 因為我沒做過花生醬就是第一次做花生醬 我之前沒有來過這裡 我很期待要做花生醬 我做花生醬會帶回去跟家人分享 黑金公土豆 然後來結合現在目前政府推廣的食農教育 然後透過農會的事件 跟小朋友學校結合 然後來體驗那個親手做的那個食農教育 完整國修四年級校本庫庭是新農教育 在那後來有一個參考學朋友來進土豆 完美町町在地農作物 這次配合新農教育的庫庭 帶到四年級的小孩來到完整鄉農會 做黑金公土豆醬 讓小孩來體驗黑金公土豆不一樣的食物 食農教育是我們園長國小四年級的校本課程 在我們學校也就是平常都會有一塊地 讓四年級的學生去嘗試這個 從播種到種植這個過程都讓學生去體驗 那種植的這個農作物就是我們園長鄉的這個特色產品 就是花生跟玉米之類的 那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園長鄉農會這個推廣部 讓他們結合這個我們的農特產 把這個花生製作成好吃的花生醬 將做好的土豆醬 我去到學校準備的點心 黑金公的香氣讓人家吃熱熱熱熱熱 指導老師表示 這做黑金公土豆跟一般的土豆醬 做法是都一樣 但是黑金公土豆會更香 一般的花生醬的做法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我們黑金剛它有一個特有花青素的元素 那我們會保留一些皮 那它打出來的那個顏色就會比較像芝麻醬 會稍微有一點黑黑的顆粒 那我們也可以吃得到花青素的這個營養成分 那口感的話 因為黑金剛花生的香氣 會比一般的油豆9號再來的香 所以它還會有另外一個烘焙的香氣這樣 新郎教育 康竟然了解實在來玩意氣變化 其他黨驚加實在意氣提供在地第新郎第3 記者定位主 藏寶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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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